为了加速中油高雄列油厂的诊治 市府以开挖方式将污染土壤挖出 造成异味飘散引起居民不满 市议员黄文志表示 市府如何诊治中油的污染场址 应该召开社区说明会 向居民说明诊治工法 并且降低二次污染 我虽然说目前都已经开始在做诊治的这些工法 还是要在地方上开一个说明会 让这些地方的乡亲居民 大家都了解说他后续的这些工法 那我想其实他不管是用 就是热托付还是水洗 其实都会造成二次的这个污染 针对土壤污染诊治 高科大沈建全教授表示 还有许多又快又省钱又节省人力的方式 建议市府可以召开全国研讨会 由专家学者提供意见 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灌入营养源 然后加上一些可以分解油污的这些续菌 让它续菌去处理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些点景布满 多布一些点的话 其实它的处理效果也是会是蛮快的 而且它是一种半自动的注入的方式 可以节省很多人力 也可以节省这个整治的汇用 对此高雄市议会也成立中游监督小组 将纳入专家学者的意见 讨讨论最佳的整治方式 希望市府能够按部就班做好整治 进驻厂商也能够安心进场开发 不要到头来变两头空 整治不完成 那个大厂也不来了 所以我希望不要夹紧弄破碗 我们把污染整治先做好 然后必定可以找到一个好的大厂 来高雄开发 我想其实有更多的这些专家学者进来 我想会让这个整个整治的过程也好 那这个整治的方工法 是不是大家都可以做更多的讨论 而不是为了一时的一个急救张而来完成这件事情 中游高雄列油厂是台湾目前最大的污染肠子 如何整治以及整治过程 都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 如何在时间压迫下又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 市府相关单位必须三思 记者潘志光 赖昌邦 高雄报道